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海教课的第八天 来接他下班 大家好 我是章语先生 谁对你那么好 谁对你买卖刀 谁那么爱你 是不是你刚刚给我买的 原来是我这么爱你 对吧 车来了 刚下班有种种的 别慌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妈送的戒指 啥 这是什么 四肢指向电流方向 四肠穿过掌心 大拇指是安培里的方向 插进电池 反正我听不懂 你们听得懂吗 哈喽 黑狗 哈喽 黑狗猫猫 哼 真的很累喔 累啊 加油 加油 哈喽 不要拍了 你要拍我 我要拍你 我要拍你 我拿手机拍你 你看人家现在内捡那么严重 健身啊 跑步啊 借糖啊 借油 借糖 对 你看看你 我怎么了 你看看你 我怎么了 你本来就很美 你刚刚留了一下 傻子 好累哦 天哪好丑啊 趴着拍吧 趴起来 哎呀 今天这都快要到 所有的礼物都快没到 挺好的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帮你拿快递了 什么时候叫你帮我拿快递啊 我就 对着镜头撒脚一下 那大家都以为我对你不好 对了就把我囚禁在家里不给我离头发 你看现在 哈哈哈 小傻瓜 还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灯灯灯 这什么啊 金戒指吗 还是假的 真的啦 我爸要给你咬一下 你们家怎么那么流行金戒指了 我爸说我妈送了一个 所以他要送一个大一点的 把它很明面 那么大 你送给我 带出去不会被 手指被人砍断 然后拿走 那你也不会 平时 但是去我家的时候再带你 那有什么要送给我的吗 没有 都该 哈哈 贫穷 我能送给你的 下巴不要这个样子 我能送给你的 只有贫穷 我觉得很可爱这样子 你干嘛老是戳我 我觉得这样很可爱 哈哈哈哈 那你很可爱 反正已经炒成这样了 无所谓 造业 其实有啦 我准备了一个 手写的福字要送给你 送给我 送给你的家人 全家福 什么东西 福字啊 然后跟大家怎么介绍啊 他怎么只写了一半 是另外一半可以让你解决女儿的心 你在很在卖东西 哈哈 就因为 就是你可以让你女儿 蛤 不是就是让你姐的女儿 让我女儿 哈哈 就让黑口来写 就让你姐姐的女儿写 然后 就可以假装很努力的 用功的在读书 然后 就是 然后再送给你爸爸 这样就是 老中青三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共同 共同完成 所以这是你情人节 送给我的礼物 哈哈 明年明年过年的时候 还给支付宝宝 哈哈 你这眼睛在写 哈哈 所以你写了一半 算了看你写了一半的福字 还蛮有用心的 真棒 奖励你吃草莓 我还 哈哈 嘿嘿嘿 草莓来了 好 喂你吗 啊 好吃吗 嗯 都发育 傻子 那为什么要送草莓呢 因为我喜欢吃 而且为什么 因为一个男人喜欢吃 谁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不是我写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吗 傻子 哈哈 要吃几个啊 怎么玩呢 吃三连 为什么呀 这样大家就会给我们一键三连 哈哈 哈哈 如果你希望本期视频的话 请记得给我们点赞的收藏 转发评论 弹幕还有 乐乐投币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休息见 好啊 拜拜 给你草莓头 给我草莓头 你在给我草莓屁股吗 真甜 真理较甜 给你草莓头 你